蔡政府执政七年多来成立了超过二十个国家队 因应各式各样的情况 像是大家最熟悉的防疫国家队 还有打炸国家队跟绿电国家队等等 不过现在国民党总统参选侯友依旧批评说 这么多的国家队却是弊案从身 而对此新军院长陈建仁就回击说 不该为了选举抹杀执政成果 今年二月禽流感疫情爆发 民众买不到蛋叫苦连天 这时鸡蛋国家队出动远征海外买蛋去 疫情期间口罩国家队和快筛国家队 日夜加紧赶工 确保台湾的防疫物资都是足够的 这些曾经的辉煌成绩 现在却成为在野阵营的攻击目标 民进洞进会国家队 你可以看什么叫做疫苗采购国家队 绿电国家队 诈骗国家队 结果打炸打了 判定越来越多的诈骗 我们绿电 必按从身 国民党总统参选人侯友依 炮口对准国家队 系组蔡政府上任七年多来 成立了打扎国家队 绿能国家队 口罩国家队和鸡蛋国家队等 超过二十个国家队 再看到洗衔防治办公室 烧子化对策办公室 经贸谈判办公室等 也有超过十个以上办公室 各有各的作用 选举可以热情 但是绝对不可以谋杀政府和全体人民 这几年来所做的努力和成果 行政院长强硬回击指控 强调正是靠着这些国家队 才能让台湾面临重重挑战时 能顺利克服难关 记者林轩阶 杨永达台北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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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